没家 这个是 我妹妹 这是我大姐 她老四 我老大 妹妹今天陪着来的 陪着来的 大姐这个是之前上过一次咱们节目 上过 那个叫小菊 那回上一次 未成 因为啥未成呢 我怎么说 演员不够吧 还没想着 演员是觉得不太合适 演员不够 徐大姐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她在68岁那年才和前夫离婚 离婚后两个人把房子给了儿子 所以她目前就借住在长春的妹妹家 上一次相亲 徐大姐觉得和对方没有演员 所以最后没有牵手 但是当她从电视中看到 习汝田大哥的时候 70岁的她再一次感受到了心动 这次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这个对节目里边的哪个大哥 挺有好感的 其实习汝田吧 我看了那次节目不够看 哎呦我这人行啊 一瞅挺本分的 还有手艺 饮品 饮品挺好 真的 有些性格还好 不是这人行 因为我性格就好 不是挤着着了的 文章的卖油的 我就这性格 哎呦我瞅他一下真喝得来 看看有没有演员吧 也不能相不相同我吧 啊啊 想看看那个徐大哥 徐大姐通过电视觉得 习大哥是一个特别本分的人 感觉跟自己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于是就给红娘打了好几次电话 生怕错过习大哥 行不紧张 有点 有点 有点缓和一下 平静平静 平静好了我快敲门了 行敲门 大哥 好的 请进 好 也扣鞋吧 不用不用扣鞋 不用啊 不用扣鞋 行 不用 大哥 这个是今天相亲的大姐 这个是大姐的妹妹陪着起来的 对家女孩好 然后这个今天相亲的两位主角 你们俩彼此做一个自我介绍先 好的 行我姓徐 徐桂平 大哥用不用介绍了 我电视看着过了 信息 是电视看着过了 摸个手吧 都挺紧张的 好 电视看着挺好的 我还和我妹妹说呢 这银品好 一看就是过日的 没看出来 我也是的 啥说没有 也啥说没有 不像已经百味花花的 这些事没有 大姐对大哥第一印象咋样 挺好 和我给电视看着没大差别 我本分眼 实在也是过日 第一印象咋样 好 真的 真相中的 我们想到 能这么漂亮的人 这么傻的人 这么优秀的人 在我面前能得上 真的 能看中我 我都晓得有点诧异 我觉得挺好 挺适合我大姐 两人刚一见面 就对彼此印象都挺好的 徐大姐的妹妹 也觉得两个人特别合适 接下来 一向不爱之声的 徐大哥 竟然主动开始 介绍起了自己的家 这不是楼下这层吗 这层也是有洗手间 厨房 厨房 厨房也跟这楼上一样的 这个厨房就是一个小院子 小院子有重点啥 都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姐 看看 重点小菜行 你喜欢吃啥小菜呀 重点 小白的小生菜 和香菜 都行 听没听见大姐 真挺好的 听得了 听得了 来一听来 真挺好的 你说咋的 一定咋的 那一定满足 那啥 这点 谢谢这要求 不算啥 溜的溜的 大哥这个房子 看看大哥这小院 心里啥感觉 还行吧 特别是这个挺好 挺清楚 阳光多好啊 做点小菜 就是养眼 是不是 都不重要 关键是养眼 真挺好 我去想吧 就把自己最好的表演出来 我都想说了 刚才说 我说他说那啥 讲来那啥 我讲来这些带花 我啥都挺的 啥都挺的 你想跟他说啥都挺好的 啥都挺的 你都猜在没说呢 大哥 没没有意思呢 这越聊两个人是越合拍啊 徐大姐对徐大哥的小院特别喜欢 徐大哥对徐大姐这个人也是越来越满意 眼看着两个人有戏 徐大姐的妹妹开始给两个人打起了助攻 我因为他俩特别合适 你配偷特别好 那个看我大姐咋样呢 你俩哥 好 哎呀 哎呀大姐你这个你抢我活了 你俩我抢活了 年轻 大姐年轻吗 年轻啊 年轻 这个朋友们不光是长的年轻 心态的年轻 主要是性格能隔得来 他也不急着着了 就听到说 就是有啥说啥嘛 但是啥事都昨半天的 怕人家说去想我在这 没事 你那怎么说呢 咱也有啥说啥 有啥说啥 谁也不是成天捧苏果活的 对 对吧 好 一点意见没有 一点一点 一点条件没有 谢谢你们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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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放弃我 我这感觉你流眼泪了吗 激动的 真激动的 真没想到 我昨天还在他那床上 又晚了 又实习一次机会 真的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太难得的机会了 就怕人 就是还是有一点啥呢 提心跳胆的 怕人想不通的 就是人家吧 现在有啥条件的都提 只要是我范围内的 我都满 我同时就跟你说了 我说你得对自己有自信 对你说 对对对 我说啥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人希望 对对对 这是你在跟我说的 有自信 是吧 也有自信 那我都要哭了 就是 遇到了同心对异的人 习大哥也和红娘掏了心窝子 其实 习大哥本来就是有点缺乏自信 又经历过几次失败的相亲 整个人都特别沮丧 可是 没想到今天 却碰到了这个既喜欢他 又让他百分之百百意的徐大姐 73岁的习大哥 竟然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你就是吧 就是现在的我心中只有你 你放心 真的 咱再到一会儿的话吧 我百分之百的 就是啥都以你为主 行 那我就心里挺高兴的 和徐大姐表明心意以后 习大哥又拉着徐大姐说 要送给他一些很有意义的礼物 到底是什么呢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你喜欢啥都能做 真的 那就好期待吧 那好得好 那好 你为啥想要送给西商人这小灯啊 喜欢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心都给你 这些来讲就是对你来讲最好的东西 你最喜欢的 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也希望他能喜欢 你就想把你最喜欢的东西 送给你最喜欢的人 最喜欢的人 是啊 拿着他把炸链上的 这次想的 这个我拿着吧 拿着吧 拿着又多又好 完了就想起我来 想起我来 我就高兴 哈哈哈哈 习大哥在开始做这些小灯的时候 就幻想过这一天的场景 现在总算是愿望成真了 他喜欢的那些小发明 终于交到了他心爱的人手上 今天心情特别悉悚 随便写这几句 新给您的 行 我也站起来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不用站起来 他也站起来 我也站起来 心在跳啊 情在烧 盼望了很久 这一天终于来到 有人爱的感觉真好 相互理解 相互关照 为了幸福 我们共同操劳 感谢胡娘 感谢领导 祝你们工作顺利 信誉更高 也祝你们俩能够白头偕老 越走越好 好了 越走越好 我手也压着 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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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们的吉言 以后咱们俩得好好相送 好好相送 互相关照 不相关照 白头到老 白头到老 对 江湖北 把一项都白头到老 白头到老 这样的 怎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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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